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命名官 台湾媒体呢,既公布了2021年台湾歌手年度收入排行榜后 又公布了台湾演员年度收入排行榜 在这两个榜单上呢,排名前五的艺人都有很大的共同性 既是发展中心几乎在大陆市场 换言之呢,如果只是靠台湾本土的工作量 很难他们的收入叠加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说明了两件事 一是大陆市场虽然也受到疫情影响 但是复苏的很快 另外一个是如今不管什么艺人 想要求好的发展离不开的是中国大陆 不过对比歌手与演员的收入排行榜之后发现 演员的收入呢,似乎反而不及歌手 歌手前五位中收入最低的蔡依林 总收入也有将近一亿新台币 然而演员中呢,收入最高的其个人收入 也不过是接近九千万新台币 而排在第五位的陈燕熙 年度收入仅仅为两千八百万新台币 约合六百四十二万人民币 这不只是歌手与演员之间的收入悬殊 演员与演员之间的收入悬殊 进一步对比之后发现呢 有没有代言是决定收入高低的关键 纵然拍戏片手不低,但也不可能一直拍戏 特别是在疫情之下很多远言选择留在台湾 等于像是在放假一样 收入自然很难有起色 2021年度收入最高的台湾演员是赵又婷 对比起2020年1.29亿新台币的收入 今年他个人的收入大幅度减少 大概只有8727万新台币 约合2000万人民币 因为赵又婷今年没有拍新作 全靠做代言 上综艺支撑个人收入 赵又婷呢 在2021年有一部电视剧《理想之城》播出 不过呢 这是2020年拍摄的作品 自然就不能算入2021年的收入中 整个2021年赵又婷的收入来源 在于代言了手表家电酒的广告 另外呢还参加了综艺节目最后的赢家 这个部分收入为3471万新台币 最后总收入为8727万新台币 收入呢虽然不如去年 但赵又婷根本不缺市场 他在大陆的口碑人气都很好 只要他愿意工作量必然是源源不断 同样与大陆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张军丽 靠着2021年的个人收入 让他挤身到了年度第二的排位当中 张军丽2021的上半年在台湾活跃 下半年才到了大陆工作 两个市场的对比价格高下利剑 上半年张军丽在台湾拍了一部电影 进账才200万新台币 约合45万人民币 同时呢散与了两台台湾综艺 大概是700万约合160万人民币台币当手 总收入也就200万人民币 下半年呢张军丽返回大陆工作 接拍了一部新电影 担任了香奈儿的品牌大使 轻轻松松 4500万新台币约合1000万人民币当手 这也难怪有能耐的台湾演员 都要往大陆发展 酬劳待遇根本就是天差地别 最终张军丽以8400万新台币的收入 位于年度第二位 严承旭成为了年度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的艺人 媒体将严承旭定位在演员身份上 因为严承旭呢不唱歌已经很多年 而2021年他的收入主要来源也在于大陆 上了披荆斩棘的哥哥成为了广告商青睐的对象 靠着节目带来的商机 收入就高达4165万新台币 此外还有广告单元的加持 总收入有6351万新台币 约合1400万人民币 媒体还特别对比了同样是F4出身的周玉民 周玉民呢这些年也在大陆深耕 不过却没有上榜 这并不意味着他收入不好 因为他在2021年比较低调 没怎么接工作 徐若萱出现在榜单上 并且排在第四位 令不少人感到意外 事实上呢徐若萱在2021年非常勤劳 他的收入完全靠代言 一口吸拿下11个代言 这些产品呢不止限于台湾地区 还包括大陆澳门等等 并且呢种类繁多 完全是以量取胜 说到底啊 如今艺人最大的收入来源 还是靠代言 不管是拍戏还是唱歌 这些都是为进一步打响 个人知名度进行铺陈 为大是吸引更多的代言找上门 而榜单上排在第五的演员是陈银熙 陈银熙2021年最大的动作 就是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二 虽然只参与了七集的节目 但已经足够让他挺进前五 根据媒体计算呢 他靠浪姐带来的收入就有2449万新台币 而他个人年度收入也就2800万新台币 可想而知 在大陆的工作 能够为这些台湾演员带来多么丰厚的收入 反过来说如果只是靠台湾地区的收入 这些演员根本就不能上榜 比如杨佑宁 一整年都在台湾工作量并不少 但是啊收入上不来 所以就进不了榜单了